主料,干木耳30克,辅料,盐,西兰花,胡萝卜一段,生抽一汤匙,芥末油一茶匙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西兰花灼水后过量备用,胡萝卜片灼水,木耳灼水煮熟,碗里放入西兰花,胡萝卜,放入木耳,放入盐,生抽,芥末油,拌匀后盛盘, 西兰开尾的爽口凉菜,烹饪技巧,西兰花猪汁时间不必太长,否则会大量流失营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